你敢保证他们的安全吗 贺兰 贺兰 贾大人死过不有蹊跷 那是我丢失的尸体 佛警处有废族用功 两具尸体情况大体一步 应该损入同一种毒 金蛇毒 解毒之法 非常凶险 放长线 掉大油 这是我丢失的尸体 大人已经很久没有出过手了 大人 大人 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叶凡 这腰牌怎么跟我这么像 我今天验尸的时候 看到快令牌 跟我们的可像了 可以号令整个龙玄军 龙玄军 令牌几经辗转落到了我手里 整座清风寨 就是一座大型军营 把这些瓜果蔬菜都捡起来 送到厨房去 我那不是叶恒的儿子 你的原名叫江义 你的父亲死于叶恒之身 你是一个认贼作户 我忠不孝之徒 你被写骗了 大人 都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 好 走 两位大人好 你这都从哪儿找的人 怎么感觉没一个靠谱的 放心吧 我都问过 开始吧 好嘞 等一下 怎么了大人 你准备就这么砍下去 对啊大人 这不砍下去 怎么验呢 这尸体总得知解了 你才能验呢 可 我知道了 大人 你是怕我把这个尸体给 切坏了 你放心好了 我跟你说 这个切人跟切猪 道理是一样的 我家祖宗三代都是杀猪的 祖传刀法 等一下 下一个 你 我 我伺候了 去 大人 你 能不能验了 可以 可以 可以那还愣着干嘛 你这都从哪儿少的人 没一个中用的 中用的不都被你撵走了吗 去把之前的老五座 牵回来 是 我 你说他都已经在里面待了两个时辰 怎么还没弄闻 你说他年龄这么大 身体可不可以吃不消 他是不是得消我不知道 反正再这么下去了 我肯定吃不消 今天兰儿回来了 我们几个呢 也很长时间没有在一块聚了 所以今晚一定要吃好喝好 来 吃菜 喝酒 来 来 来 爹 少喝点 等会儿又淘堂了 爹高兴 放心 来 老爷 您可真有福气 有个漂亮乖巧的女儿 对 既漂亮又乖巧 只不过小的时候啊 就爱收藏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这长大了之后吧 竟认识一些不着调的人 姑娘当初就是从棺材里面抱出来的 喜欢这些也正常嘛 棺材 村里都这么说 说老爷当年从龙都城回来的时候 说拉了一口棺材 姑娘当年就是从棺材里边爬出来的 不是 老爷你踢我干嘛呀 就喝菜堵不上你的嘴是吧 吃饱了吗 喝足了吗 来 你俩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走 走 走走走 赶紧走 你你你也走 这还没开始呢 开什么事开始 这家伙 爹 我不是您寄生的 走 走走走 赶紧走 这个切人跟切姑到底是一样 此人 生前罪孽深重 他怎么跑出来了 姑娘当初就是从棺材里边抱着 爹 我不是您寄生的 你说什么 你不是我亲生的 你从小我把你养大 我是牵着吃饱饭没事干养孩子玩吗 你说说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能不能不要惹我生气呀你 那他们说的棺材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的意思是你从小就喜欢躺在棺材里玩 有一回你生病发烧了你居然也跑到棺材里躺着 害我找了好久结果是在棺材里把你给抱出来的 你知道吗 那天你发烧 人都稍迷糊了 我要是晚点发现你 你 你小命就不保了 他们说的是这个事 从小我就听村里的大婶说 爹你从来没有取经 不知道从哪儿抱来的孩子 现在又有人告诉我我不是爹的孩子 您还想瞒我多久 兰儿 亲不亲生 真的那么重要吗 爹 就算我不是您亲生的女儿 我也会孝顺您的呀 那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得知道真相 我不能什么事都让您担在前面 爹 我的身世是不是跟叶凡赶走我有关 您不告诉我 我自己去找他 不准去 那您告诉我 您不说的话我也会知道的 您是龙都城城主秦奥天的孙女 城主 我怎么会跟城主有关 现在龙都城城主 不是叶凡的附近吗 这到底有什么关系 当年 叶恒和江义 是老城主的左膀右臂 江义负责统领龙玄军 而叶恒 负责城主的一些大小事物 可是没成想 却发生了意外 城主不好了 江大人在海边巡查时 被海啸卷走 找到他的时候 已经断气了 什么 江义死后 江义的儿子 江凡 被他所收养 改名为叶凡 偶日 叶凡给老城主送去了一碗粥 结果不久 便传出了老城主 中毒身亡的消息 丑主爷爷 是我 江凡 我 你来了 来来来来 不好了不好了 撑住中毒了 是叶凡下的毒 不可能 叶凡不是这种人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定论还为时过早 老成主死后 龙玄君本想拥护幼主上位 可是正因为江义和老成主的死 使得龙玄君已是群龙无首 结果叶恒就趁虚而入 统领了部分的龙玄君的势力 因此 叶恒也对你进行了追杀 算算时间 叶凡当时很年幼 成主所中何毒 成主所中之毒 是一种无解之毒 叫做金蛇毒 金蛇毒能解啊 何人能解金蛇毒 之前叶凡为了救我 所中金蛇毒 是清风寨的寨主告诉过 百毒草可解 事实证明 他没有骗我 丫头 你也没必要替他说好话 爹也不爱听 毕竟老成主是死了呀 如果当时知道 百毒草可疑 借金蛇毒 老成主就不会死 我也没有必要 带着你隐姓埋名 生活在这小村庄上 龙都城也不会是 现在这个样子 原来这就是他赶我 出塞法寺的原因 丫头 这一切的一切 爹都是为了你呀 因为你的身份 在他的身边 是很危险的 那他为什么 不能好好跟我说 非要说那些气话 让我伤心 他若一直装傻 非要和你在一起 那他就不是一个 真正的男人 强忍住儿女私情 与你分开 这倒是让我 高看他一眼 我身上那块龙纹令牌 也是老成主给我的 那块龙纹令牌 掌控着一部分的龙玄军的力量 记住 千万一定要收好啊 叶凡当时很年幼 鸡蛇毒能解啊 叶凡不是这种人 我一直都在 你是您亲生的 亲不亲生 真的那么重要吗 江大人在海边巡沙时 被海啸卷走了 原来这就是他赶我出 撒法寺的原因 兰儿 该起床了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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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 知道了当年的王氏后 伤心亦难平静 我出去一段时间后 就会回来 我床头的小跪 还有一些银两 坏了 这丫头去报仇了 无所作为 轻正连结 还好还好 还是有一个人信任我的 那朵 是我贴的 老刘的试检报告 这人啊 是被砍死的 面部跟颈部的伤痕 是被人用刀刻意划上去的 目的应该是为了 防止让人查亲戚真实身份 对了 老刘还说 此人生前面部就有一道恶解 让老刘把这个人的话作查出来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能 哎呀 老麻利点 查出此人在城中的落脚点 嗯 把这些多的呀 往那边扫得匀匀 还有 把这些菜叶子捡一捡 今晚加餐 哦 我们练完了 我们再去找找看 有什么有拥有的信息 嗯 嗯 嗯 不是 好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天 大人 过来 这里有问题 让我撞给你 用点聪明的法子啊 大人 还是大人恋爱 海盐交易 银钱交易 竟然还有军事布置图 这些都跟程中府有关 大人 这刀疤 还也是因为这些而死 此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好 把这些心情收好 老板 来壶茶 好嘞 您慢用 谢谢 谢谢 我跟你们说个事吧 长州故事大寿事好办的 那叫一个气败 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读 那她为什么不能好好跟我说 那朵啊 是我天的 叶恒也对你进行了追杀 我们来晚了 皆是因山匪作乱而亡 您还想忙我多久 你这丫头去报仇了 我跟你们说个事吧 长州故事大寿事好办的 那叫一个气败 你也就吹吧 说得好像你进去我一样 我怎么就进不去了 城主府戒备森严 哪像我们这种人能进去 你进不去 就不代表我进不去啊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进去的 又看到了什么 我是给城主府里送酒 我才进去的 城主府大厅摆了桌子 凳子 也都是上好的金丝楠木 桌子上摆了个小瓷器 也都够我们平常人吃一年 真的假的 还真的假的 这不仅仅是这样 到时候城主府还会举办宴会 宴会 宴会上还有抑郁的美女 给城主献酒呢 来喝茶喝茶 来来来来 宴会上献物环节 准备得怎么样了 少城主 放心 找来的武女都是一顶一 请少城主放心 事办成了好处少不了你的 是 谢谢少城主 凡儿 最近怎么不见你啊 回父亲 前几日 我去了一趟金陵城 去那干吗呀 听闻金陵城有个珊瑚 珍贵异常 十分具有收藏价值 便想着亲自采回来 给父亲做五十寿礼 好啊 果然名不虚传哪 好 父亲喜欢就好 喜欢 喜欢 下去吧 父亲 我今日特地从西域 请了一批武女 来为父亲助寿 果儿 你可真是用心了 进来 我给你带着 你吃的 好 你 你 你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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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错不错不错 城主 我奉少床主之旨在午后为您献上喝寿酒 少床主为城主大人特别准备的惊喜 希望城主大人好好享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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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爱卿 咱们同饮此杯吧 来 飞儿 你的这个惊喜 父亲很喜欢 能博得父亲一笑 儿子做这些是应该的 不愧是我儿子 大哥 看来今天这宴会上的菜不太符合你的口味啊 反而啊 怎么不吃啊 回父亲 儿臣在三法司吃的比较清淡 像这些鸡和鱼吃的比较少 有些人哪 生来就是没有吃大鱼大肉的命啊 端上来 去吧 凡儿 上次的生肉你可是吃得干净不剩 这次是父亲精心准备的 可不要浪费啊 吃吧 别辜负父亲的一片心意 别辜负父亲的一片心意 我此次寿宴举办得非常满意 来 再做诸位统统有赏 谢成竹 父亲 父亲 儿臣还有一事相求 何事 父亲知道儿臣年纪不小 但是家中尚未娶妻 今日 那舞女的舞蹈 跳入儿臣的心中 儿臣对她一见钟情 还望父亲成全 爹 那个舞女是我的 舞女 我儿子要喜欢 那就赐给你 谢父亲成全 爹 她不肯定了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 来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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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找了 在这 怎么在你这 我今天看你走时候的眼神就知道这个问题 特地跑过来给你收拾烂摊子的 要你管 咱也没关系 有些人哪 生来就是 没有吃大鱼大肉的命 还望父亲成全 这是父亲精心准备的 那个舞女是我的 别找了 在这 怎么在你这 我今天看你走时候的眼神就知道这个问题 特地跑过来给你收拾烂摊子的 要你管 咱也没关系了 你知不知道就凭今天这瓶酒 如果夜恒出了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离不开城珠湖 你也太天真了吧 要不是我运气好 碰上了婢女 你现在 早就伸手艺术了 原来是这样 跟我走 我们去哪 别管了 走就是了 爹 你 爹 你偏心 那个巫女明明我也很喜欢 你提起这个事我就生气 你今天这俩眼珠子 就没从那巫女身上掉下来过 魂都被勾走了吧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有点长进啊 除了吃喝玩乐 你什么都不会 我真是太纵容你了 让你变成现在这种不成气的呀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 我有一个当城主的父亲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看看 你看看你这个样 这像什么话呀 爹 既然你那么宠我 把巫女给叶凡的命令 你就收回来吧 你说什么 我刚把巫女赐给叶凡 转回头来就把命令收回来 这不是让那些大臣笑话我吗 我看谁敢 谁敢 我就割了谁的舌头 割了屁 你打我干嘛呀 你说我打你干啥 人家金陵城的城主跟你一般大 人家把金陵城管得是井井有用 你再看看你 除了吃喝玩乐 你还会什么 那叶凡不也是一天的花天酒地 哎呀 你跟叶凡比 你是少城主 当上城主又怎么样 搞不好呀 和他爹一样是个短命鬼 哎呦 你就是个逆子 你就能把我气死 哎呀 天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那天 那那个舞女 你还急 我怎么生了这么个逆子 明天一早 你就赶紧回平安村 回去了 就不要再回来了 我不 我的事还没完成呢 我不要回去 什么事 刺杀城主 你知不知道你这些伎俩能瞒得住谁 你知不知道 你的这些伎俩 都太低端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仇人是谁了 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这种无力感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体会 那你也不应该这么冲动行事啊 那我怎么办 回去吧 贺叔叔还在家等你呢 我放不下 因为叶和 我成了一个孤儿 我成了一个孤儿 本来我还可以有爷爷的疼爱 但是现在 我却只能隐姓埋名 朵朵苍苍 一辈子生活在平安村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为什么他可以凭借着阴谋诡计 坐上城主之位 而我却因为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这血海深处 你让我怎么回去 对不起 是我没考虑你的感受 不过你别担心 我会帮你的 哪怕生日是怎么回事 那是叶恒 给我的警告 来来来来 叶大人 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啊 现在城中 都在流传着叶大人 在新都城街口 捕捉逃犯之事 而且你的上司也告诉我 你能力出众 我看 要不 你到我的手下来待个几天 帮我处理一些 棘手之事啊 曹大人说笑了 货吉斯 可是城中财务的中心啊 曹大人就不怕我去了 偷偷把我的俸禄给提高了 断断不会 断断不会啊 叶大人人品贵重 怎可做出那些事来呢 来来来 喝酒喝酒 好 如果有需要叶某的地方 叶某定当 在所不辞 有你这句话 我就不客气了 行了行了 曹大人 你就别缠着人家叶大人了 就你们护锡司 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旧账 自己回去慢慢算去吧 别拉着人家叶大人下水了 我说牢里头 你会说话吗 什么叫沉芝麻烂骨子的旧账 别找了 在这儿 爹 偏心 那个巫女明明我也很喜欢 你这都从哪儿找到人 邵成竹为成竹大人特别准备了惊喜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 喝酒喝酒 如果有需要叶某的地方 叶某定当 在所不辞 有你这句话 我就不客气了 行了行了 曹大人 你就别缠着人家叶大人了 就你们护锡司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旧账 你自己回去慢慢算去吧 别拉着人家叶大人下水了 我说牢里头 你会说话吗 你 什么叫沉芝麻烂骨子的旧账 你们商骨司那些旧案 你不翻一翻查一查整理整理 你倒是有闲心操心起我来了 我这不是找帮手来了吗 叶大人啊 我们商骨子啊 倒还真是有这么几种案件啊 一直找不着头绪 哪天你有时间来我商骨子一趟 帮我查一查这线索 好说好说 叶某在此多谢各位的赏识了 好 那咱可说定了啊 你可得先来护锡司啊 凡儿啊 为父也听说了 你在街上抓到了一名逃犯 很好 为父要好好地赏你 来啊 多谢父亲赏赐 多谢父亲赏赐 这是一道名为天下的菜品 完全是由新鲜的肉组成 是后厨新颜值的菜品 我还没有尝过 快替为父尝尝 怎么不迟啊 怎么不迟啊 莫非是嫌弃为父的赏赐 孩儿不敢 怎么回事 叶飞 从小天资婉略 和我相比 过于优秀的我 时常被城中大臣举荐 叶恒虽然嘴上不说 心里却是十分忌惮我的 所以你一直隐瞒了这么久 这么多年 我都习惯了 在我身边 你不需要隐瞒 谁敢 我却割了谁的舌头 你还提 我会帮你的 那盘生日是怎么回事 那是叶侯 给我的警告 在我身边 你不需要隐瞒 自打那个时候起 我就开始韬光养晦 收敛锋芒 宴会结束后 我就生了一场大兵 病好以后 我就成了只隆都城中 众所周知的草帽叛官 和纹固子弟 想要搬到叶恒 还需要从长计议 我希望你不要冲动 更不要让我担心了 上次赶我走的时候 也没见你这么关心我 你的身份 留在三法寺也太危险了 你早知道我是城主的孙女 嗯 那你还瞒着我 如果不问的话 你是不是要隐瞒我一辈子 一辈子不见我 对不起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个点儿来的 就只能是叶妃了 他来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让你平安出府 在宴会结束后 我就请求叶恒 将你嫁给了我 没想到 叶妃 她也想要 那本姑娘还是挺受欢迎的嘛 幸亏是我 如果是她 我非让她 血尽当场 你呀 吃醋了吧 就应该让你多吃点醋 省得你总是赶我走 惹我生气 让我伤心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以后不会了 那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一旦你不让我满意的话 小心我报复你哦 那 要怎么样才能让她离开呢 我有办法 大人不要啊 你轻一点 小爷我 就吃你这套 欲擒故纵的小把戏 大人不要啊 大人 便宜这小子 走了吧 刚才演得不错呀 那是 我听墙角听到的 听墙角 怎么 不可以吗 下次不许听了 为什么 我说不许就不许 我还没给你算之前的账呢 你反而跟我生起气来了 你别以为两句对不起 我就会原谅你 男人 果然给了好脸色 就要翻天了 嘿嘿嘿 媳妇 我错了 以后不会了 哼 大人 咱们还没成绩呢 你可别叫错啊 没错没错 我这一辈子 就认定你一个了 你在街上抓到了一名逃犯 怎么不吃啊 你早知道我是全主族生命了 你早知道我是全主族生命了 我这辈子 就认定你一个了 别生气了 我这辈子 叶凡 当年的事 你还记得吗 丑主爷爷 是我 江凡 你还记得吗 对不起 当时是我把那碗粥 当给你爷爷的 今晚我去小榻水 你有事叫我 你 能不能帮父亲一个忙 嗯 把这碗粥 送给城主爷爷 城主爷爷一天没吃饭了 身体受不了 你送过去 城主爷爷一定会吃 嗯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不要这样 都怪我 都怪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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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少圣主 是我 进 何事 少圣主 叶凡准备运往金陵城的那批眼 就存放在码头的仓库中 找机会把研弄出来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吃醋了吧 大人不要啊 能不能帮父亲一个忙 找机会把研弄出来 记住 千万别让我爹知道 是 少圣主 叶凡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好斗 你 你不是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 大人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进你房间什么时候需 需要 不是不是 别误会 你们进去 我 都怪你 你 不是 就我本来在这儿 你在那边 你在那儿睡的 我在这儿 你 你 你怎么又来了 你让我敲门呢 我敲了 说 说吧 什么事儿 之前不是让我调查老城辱目的事吗 就在城东三里外 三里里的一棵歪脖子树下 好 你俩完事儿赶紧去啊 我 我 这 嗯 对不起老城主 也凡年幼 被监人蒙骗 最终犯下了错事 也凡不起求你的原谅 只求您在九卷之下能够安逸 叶恒犯的错 欠所有人的 我一定 会让他原样偿还 你放心 您的仇 我一定会为你报的 爷爷 虽然没有见过您 但我听爹说 您是个好城主 您把龙都城治理得非常繁荣 您还不知道我爹是谁吧 他叫赫铁山 是他把我救出来的 我们一直在太平村生活 他照顾我长大 我们一直都很好 也绝不会让我们的仇人继续逍遥法外 我们走吧 嗯 怎么了 有什么发现 这土的颜色不对 我怎么会忽略这么简单的问题 对不起 找机会把盐弄出来 你们继续 就在城东三里外 森林里的一棵外脖子树下 有什么发现 这 这土的颜色不对 我怎么会忽略这么简单的问题 怎么了 一般来说 土壤的颜色会随着风吹日晒而逐渐变浅 跟周围的土壤形成相似的颜色 而这座坟上的土壤颜色较深 最重要的是 坟上没有一丝杂草 这么多年的坟 多多少少会长一些杂草 而不可能这么干净 那你的意思是 这不是老城主的墨 大人 开关吧 嗯 这不是爷爷的尸体 为什么这么说 正常人的宽谷在二十五岁时就会闭合 但是死者的宽谷却还未闭合 说明这具尸体去世的时候 死者还未满二十五岁 难道说 老城主的尸体被人调换了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 啊 有没有可能 爷爷幸运解了金蛇毒的毒药 他故意把这具尸体放在这里 为的就是迷惑异痕 从而掩埋他活着的真相 不可能 我当初亲眼见着老城主 喝下了含有金蛇毒的粥 金蛇毒并非无药可解 你忘了吗 你曾也中金蛇毒 还不是解了 我当时只是被金蛇划破皮肤 所以毒素未入侵 才有心活了下来 可老城主他 不对 当时老城主喝的并不多 爷爷还活着 可能 但时间太久我记不清了 那我们就一起去找爷爷 把事情考清楚 爷爷还活着的话 他会去哪呢 所有人都知道金蛇毒无药可解 那当初交给你解毒之法的人 曾经一定中过金蛇毒 并且成功解了他 清风寨的寨主他一定见过爷爷 嗯 假如说老城主解开金蛇毒 并且成功存活下来 那他一定会带着龙玄君的残部 到清风寨韬光养晦 并且在龙都城安插眼线 贾元和孙世良一定就是老城主的人 那些银子就是奇异用的军饷 那些盐则是山寨中的必需品 贾元和孙世良一定是被夜豪发现了什么 所以才被杀人灭口的 十年末一戒 看来是时候杀回龙都城了 算算日子 时间差不多了 事不宜迟 我们直接去找清风寨 把事情搞清楚 大人 出事了 虽然没有见过你 是他把我救出来的 这土的颜色不对 这不是爷爷的尸体 老城主的尸体被人调换了 爷爷还活着 大人 出事了 蕴烟队的盐丢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 蕴烟队在城外驿站休息的时候 遭遇了劫匪 几个拼死胡言的兄弟 被杀了 带我去看看 嗯 我也去 双生主 那批盐已经成功拦截 我还伪装成山妃偷盗的假象 做得不错 等一段时间之后卖出去 大人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看到凶手 昨晚此时的时候 我去接手 等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一帮山匪 把守夜的兄弟 都给杀了 还偷走了我们的盐 我偷偷跟过去 看到他们 去往清风寨了 清风寨 大人请看这个 看这图腾 就是清风寨的 一定是清风寨的山匪 偷走我们的盐 还杀了我们兄弟 此时还不一定 先不要走漏方圣 大人 你放心 如果真是清风寨所为 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为兄弟们报仇 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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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尸体有问题 怎么了 这些尸体浑身上下不满刀伤 说明凶手并非一道毙命 而且伤口并不整洁 说明凶手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训练 可是大人 您记得吗 清风寨可能是一座极大的军营 训练有素的士兵 是不可能犯这样错误的 你昨晚跟到哪里了 就在后山的树林里 带我们去看看 大人请 嗯 大人 就是这里 逆天 嗯 你去查一下这个车印通道哪里 是 走 来 大人 城主招您回去 走 父亲 儿臣听闻叶凡负责押送往京陵城的那一批海盐丢了 还死了几个蕴岩队的成员 反而可有此事 回父亲 确有此事 可曾查出是何人所为啊 暂时还没有 大哥还没有查出来 可是我已经查出来了 是清风寨的人抢走了盐 嗯 预言队的人都看见了 就是清风寨的人抢走了盐 现场还留下了一把短刀 上面刻有清风寨的图腾 此事还有一点 需要进一步查证 还有什么好查证的 人证物证俱载 分明就是铁证如山 要我说大哥 你应该立即带兵去灭了清风寨 正好也解决了我龙都城心头大患 二弟说的倒是轻巧啊 攻打清风寨需要大量的兵力 而大哥手中并无兵力 难道要靠我几个三法四护卫去打 我看二弟手上精兵良将众多 不如二弟去打 你 不就是几个兵吗 我借给你不就行了 预言队的盐丢了 那批盐已经成功拦截 清风寨 这次尸体有问题 你去查一下这个车印通到哪里 应该立即带兵去灭了清风寨 二弟说的倒是轻巧啊 攻打清风寨需要大量的兵力 而大哥手中并无兵力 难道要靠我几个三法四护卫去打 我看二弟手上精兵良将众多 不如二弟去打 你 不就是几个兵吗 我借给你不就行了 就从我手下分出一些精兵良将的大哥 大哥立即带兵攻打清风寨 好 一言为定 飞儿 兵权之势岂能儿戏 父亲 你也是身为少城主 尽口欲言 既然说出口 就按这么办吧 来人 在 去兵府 是 起来吧 成主 是 凡儿啊 为父等你凯旋而归 清风寨 清风寨都是一些杀人如马的野兽 这一次定让你有去无回 大人 大人 你明知道 韬岩之势并非清风寨所为 为何还要攻打 不是去攻打 你把这个收好 别丢了 去 跟上 好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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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是何意 债主 叶凡有要事要义 可否进朕一叙 是 我 去 若你有疑问 只有我和贺兰进去 其他人留在寨外 删开一条道 让他们进来 嗯 刘天 嗯 你在外面等着 赫兰我们走 拿下 你 你 你 当着 聂天 不要妄斗 寨主 你可认得此令 龙文令 你怎么会有这块令牌 这块令牌我从小就戴在身上 这次再来清风寨 就是为了找寻这块令牌背后的真相 这么说 你难道是 真的是兰儿 都把刀放下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真是老眼昏花了 多年来寻你卫国 当年 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都没怕你给认出来 还好 当时没有出事 不然 我就是进了棺材 也死不瞑目啊 寨主 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还叫我寨主 爷爷 走 给爷爷进家 需要大量的兵力 我借给你不就行吗 匪儿 为父等你凯旋而归 大人 寨主 你可认得此令 都把刀放下 真的是狼儿 还叫我寨主 爷爷 走 给爷爷进家 坐下说 坐下说 兰儿 这些年 你是怎么过的呀 小时候的事情 已经记不太清了 从我记事起 我就在平安村 我爹就是贺铁山 没想到 还是铁山救的你 爹在城外开了一家医馆 我从小就跟着爹 学习医术 医治病人 但是比起跟活人打交道 我更喜欢跟死人打交道 后来来三法司当了武座 我孙女就是有出息 武座一职 可不是一般的女孩 能做得了的 也对 你小时候就是这样 总喜欢哪些骨头做玩具 还吓坏了不少的丫鬟哪 只有铁山能制止你 当时我中了金蛇毒 昏迷不醒 当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清风寨中了 人人都说 你被叶横所杀 我派人找了很久 都耀无音讯 时隔多年 咱们爷孙俩 还是终于见面了 不醒 承住爷爷 当时 是我被奸人利用 所以才害你中金蛇毒 这些年来 我一直都心怀愧疚 今日 我特地来向你谢罪 要杀要寡 任你处置 快起来 快起来 来来 坐坐 坐 当初 你年幼 不止人心险恶 才中了叶横的圈套 受了蒙蔽 你看看我现在 不是好好的吗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 当时 我是真的疼你呀 你是无心 就算没有你 叶横 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置物于死地 其实这件事走到这一步 我也有错 错就错在 我不该信任叶横 还把你 留在杀父仇人的身边 成了他手中的一把利剑 承住爷爷 十五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胜负江义到底是被谁杀的 难道真的是叶横杀了他 十五年前 我将龙独城海岩事宜 交给叶横管理 可没过多久 就发现 海岩的收入比往年 少了许多 嗯 自己看看 今年龙独城海岩的收入 比往年整整低了三成 你还将隐瞒不报 若不是将已发现 抓你及时上报 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义父 龙独城暴雨天气 洪涝在海频发 百姓们无法晾晒海岩 所以导致照比往年海岩收入 下降了许多 可儿臣也并非瞒而不报 只是还在统计具体的海岩数量 旺义父明见 今年的雨水是比往年多了许多 但不至于洪涝频繁的地步 义父 儿臣觉得此事另有蹊跷 旺义父准许儿臣一查到底 好 此日寻臣有你负责 义父 同时罢免夜恒所有职务 金族与义父不得出入 直到江义查明真相 后来江义去海边寻查 但不久后就传来了噩耗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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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大哥 大哥 这小孩还这么小 你怎么就舍得呀 都怨我 我要是早点 查明海岩之事 你也不能出事啊 你也不能出事啊 大哥呀 大哥呀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大哥 大哥 你怎么就舍得呀 你怎么就舍得呀 都怨我 我 我要是早点查明海岩之事 你也不能出事啊 大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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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江凡这么小 该怎么办呢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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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虽然走了 可这江凡 上海年幼 不能无人照顾 二人享受江凡为养子 还望义父成全 江凡 你可愿意 跟着你夜恒叔叔 我愿意 也罢 既然你愿意 那以后 就跟着你夜恒叔叔吧 谢义父 谢义父 你父亲死后 程中府加强了防备 夜恒 无稽可成 得借你之手 下毒于我 可谓是 心思歹毒 爷爷 那你怎么解了金蛇毒 金蛇毒解毒之法 是我当年带兵打仗时 在海上偶遇一位神医告知 若没有那位神医 我就是 中了一点的金蛇毒 在当时 在当时也是无力挥田 没事的 你们俩的关系倒是不错啊 谁跟他关系好 整天惹我生气 我一看到他 就想把他打一顿 那爷爷 那之后呢 之后 相信你们都能猜得到 我来到清风寨上 重新收编 龙玄军的残部 你们所看到每一位债民 都是龙玄军仪分子 那 贾大人和孙大人 也是城主爷爷的人吗 是啊 叶恒 夺权之后 暗中勾结 金灵城城主 以龙独城 海岩掌权位代价 以龙独城 海岩掌权位代价 换来了 金灵城的十万元君 叶恒上位后 每年 将九城的海岩 遇猛金灵城 龙独城的百姓 反而没有延迟 龙独城 在叶恒的管理下 可谓是混乱不堪 民不聊生 不 不 因此 我必将甲园 和孙世良安插在城中 每月 将运往金灵城的海岩 扣除一部分 以低价 销售给龙独百姓 同时 也可从中获利 作为起义军的军费 运往 清风战上 那城主爷爷打算 什么时候动上 万事俱备 知欠东风 万事俱备 二人享受 相反为养子 那你怎么解了金蛇夺 你们俩的关系倒是不错啊 我一看到他 就想把他打一步 龙独城 在叶恒的管理下 可谓是混乱不堪 民不聊生 因此 我必将甲园 和孙世良安插在城中 每月 将运往金灵城的海岩 扣除一部分 以低价销售给龙独百姓 同时 也可从中获利 作为起义军的军费 运往 清风颤伤 那承诸爷爷打算 什么时候动上 万事俱备 知欠东风 东风 经过 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 龙玄骏的力量 已经恢复 依旧是那只 所向披靡的 虎狼之师 只不过 还需要一些时间 可是 城主爷爷 您已经没有时间了 叶恒已经发现了 白银流失之事 我用那封密信 虽然暂时牵制住了他 但是他老谋失散 他早晚 一定会发现 清风寨的事情 我只怕 到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实不相瞒 龙玄骏一直在山上训练 更擅长山野作战 如需工程 则必须 培养一支 城中作战的部队 荷兰 给 还请城主爷爷同意将凡 加入龙玄军 作难一阵东风 我已经安排了两千金兵 在外面 他们只认令牌 不认人 还请城主爷爷收下 我到时候 可以调动龙都城的守卫 确保龙玄军 场驱直落 你若是兵符和军队留下 你回去后如何向叶恒交代 城主爷爷不必担心 将凡自有安排 你若是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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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担心 你若是兵符 何其中 杀父之称 不共戴天 守刃敌人 是江凡一生所缘 还请城主爷爷收下 爷爷 我体内流淌着龙玄君的血液 现在面临龙玄君生死存亡的关键 我不能再一味的退缩和忍让 还请爷爷成全 好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龙玄君的一分子 即便是 你能调走城中的守卫军 我们还是没有一个万全之策 能保证抓祸影 一旦让他逃到金陵城 再次发动金陵攻打龙都 那我们可真的麻烦了 看来我们还应该在城主府 安插足够的眼线 这样我们才能够里淫外合 一举之胜 可是我平时生活在三法兹 城主府回的也并不多 安插眼线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这事恐怕有点麻烦了 我有办法 大人 你成亲吧 什么 大人 你是叶衡的养子 如若你成亲的话 亲事理应在城主府内举行 到时候龙玄君就可以趁乱 混入城主府内 赫兰 你准备要嫁给我了 不是我嫁给你 我也不能嫁给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想嫁给我 我想嫁给你 可是这个时候我不能嫁给你 什么时候动手 之前东风 还请城主爷爷同意江凡 加入龙玄君 我们上代人的恩怨 还请爷爷成全 杀父之手 不共戴天 好 贺兰 你准备要嫁给我了 不是我嫁给你 我也不能嫁给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想嫁给我 我想嫁给你 可是这个时候我不能嫁给你 大人 你贵于城主的养子 又是三法寺的主理 可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香叶丫头 而且还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武座 门不当户不对的 怎么成亲 你知道的 我不在意你这些身份的 可是一横在意啊 你是城主养子 娶一个香叶丫头 会被别人笑话的 一横一向注重颜面 她是不会让你娶我的 那你的意思是 我就应该娶一个 达官贵人之女 你知道的 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我也只愿意娶你一个人 现在为了作儿 让我随便娶一个官宦之女 这样对她不公 对你不公 对我来说更不公平 蓝儿的办法 确实可行 只是让你们赌上此生的幸福 是有些不公 这样 寻海卫刘东 是我埋在城中的另一个眼线 她的女儿和你年龄相仿 家事也够显赫 最重要的是 刘东之女会武功 可以随机应变 你们作戏 假意成亲 之后 我再给她指一门好亲事 也不算亏待于她了 既然如此 那就全听城主爷爷的安排了 不过哈岚 我想跟你说 我只愿意和你成亲 和你结伴联礼 这是我这辈子心之向往的 这是我无比珍贵的事情 如今为了大业 只能委屈你一下 但是之后 我一定会百倍千倍地补偿于你 好 我等你娶我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让刘东输兰儿为养女 直接让你嫁到成竹府 只不过 此举会让你陷入陷阱 你可愿意 我愿意 无论是嫁给大人 还是助龙玄君一臂之力 我都愿意 好 不亏为是我亲家的后代 大人 龙东城来报 发生了大批百姓中的事件 成竹爷爷 龙东城现在有药事要处理 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城中的百姓更重要 你们去吧 告辞 走 走 好 ∞ 哦 啊 不是金蛇毒 大人是中毒 这花就有毒 不是我嫁给你 我也不能嫁给你 只是让你们赌上此生的幸福 是有些不公 还有一个办法 大人是中毒 这花卷有毒 这应该是程兴那家买的 他们家的花卷不止在下面 放葱花 还会放一些花生碎 盐 胡椒汁等东西 好吃 所以卖得特别好 聂天 你把尸体送回三法寺 我们去程兴看看 来 走 你们俩 过来 把他带回三法寺 好 找一口看一看了 路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老板 您这花卷怎么卖啊 我这花卷呢 一文钱一个 不都是一文钱两个吗 我们家的花卷好吃啊 是全城最有味道的 那我看看你这都有些啥 你这人真是的 看就看呗 别上手啊 老伯 老伯 我们是来查案的 需要调查一下你们的佐料 有人吃了你们家的花卷 中毒了 我 我可什么都没干呢 老伯 你不必惊慌 我们现在只是来调查 如果不是你做的 自然不会怀疑你 那好吧 是盐 你这盐从哪儿买的 我这盐 是龙都城市集买的 带我们过去 好 走 行行好吧 给点钱吧 给点钱 你 你这个死要犯的 这要犯的赶紧滚 你看你一大白天的 你别挡了我生意 还做什么生意啊 吃你的盐都吃死人了 吃你这个臭样子 你你滚 谁还来你这买盐呢 我 你滚 你没有什么好饭吃你真的是 老楚啊 又来了 看需要什么调料 我想再买点盐 再买点盐 你不是前些日子刚买了些盐吗 怎么了 不够用啊 还不是你家盐便宜吗 我想多囤一下 好 老楚 你等着 我给你装啊 给你装啊 一勺 两勺 三勺 四勺 五勺 老楚 拿好啊 有毒 来人 拿下 是 你们这是干什么 老楚 怎么回事 老楚 怎么回事 我是三法司主理 你贩卖毒盐残害百姓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现在就要将你捉拿归案 什么 毒盐 大人 小人冤枉啊 小人不知道那是毒盐啊 还怕大人明察 那你这盐是从哪儿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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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是邵川主 燕妃 这花卷有毒 看就看呗 别上手啊 有人吃了你们家的花卷 中毒了 是盐 拿下 我是三法司主理 是谁 是邵川主 我 是 邵川主 您来了 到底什么情况 还得要我亲自过来的 邵川主 您之前给我那笔眼里 被查出来有毒 有毒 对 怎么可能 谁说有毒的 是我 好 叶凡 你这是干什么 宇大海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 我 我 有毒 叶妃 你贩卖毒盐被当场抓获 如今这人证 物证俱在 你还有何话可说 毒眼 你说毒眼就毒眼哪 那你尝尝 就算是毒眼又怎么样 这毒又不是我下的 跟我没有关系 那你这批眼哪来的 是不是金灵城那批 你敢 是是是 那眼是我偷的 你为何要偷眼 我就是单纯看你不熟 想让你犯错 好趁机夺走你的两丝 那你为何要杀人 但是他们自己难缠 我本来也不想杀他们的 他们自己活该 你 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命 你就这样儿戏 跟我回城主府 见夫妻 大哥 你就别告诉爹了吧 要不然我真就完蛋了 求你了 若是将他叫给叶恒 此事 此事定会被他压下 最终不了了之 对不起那失去的兄弟们 我得想个办法 不能让他逃脱 你走吧 真是好兄弟 走 北京 你不36 谢谢啊 谢谢我 给 好 谢谢谢谢 谢谢 诸位爱卿啊 这龙都城内中毒事件 大家怎么看呢 父亲 此次龙都城中毒事件 儿臣已经查清 这毒的源头是盐 而这批盐 则是被少城主所劫 他 向城中百姓售卖毒盐 你 你放屁 那毒不是我下的 那你承认是你偷的 不对啊 你不是应该在攻打清风寨吗 父亲 儿臣在清风寨中 并未搜寻到海盐 今已查明 是叶妃偷盐 杀蕴盐队成员 嫁祸清风寨 宇大海 到底怎么回事 你贩卖毒盐被当场抓获 你就别告诉别人吧 你走吧 龙都城内中毒事件 大家怎么看呢 父亲 此次龙都城中毒事件 儿臣已经查清 这毒的源头是盐 而这批盐 则是被少城主所劫 他 向城中百姓售卖毒盐 你放屁 那毒不是我吓的 那你承认是你偷的 不对啊 你不是应该在攻打清风寨吗 父亲 儿臣在清风寨中 并未搜寻到海盐 觉得此事有蹊跷 于是便派人 在清风寨外驻扎 盯紧清风寨的一举一动 儿臣 则继续回到龙都城中 调查海盐 今已查明 是叶飞投盐 杀韵盐队成员 嫁祸清风寨 人证物证都在 叶飞 你还有何可狡辩呢 混账 这么大的事你也敢做 真是太纵容你了 从今日起 也被少城主之位割去 不准出府 嗯 爹 你就是偏心那个杨子叶帆 我只是贩卖了海盐 又不是我下的毒 跟叶帆比 你只知道拖我后腿 这批盐是我给金陵城准备的 这批盐是我给金陵城准备的 龙都城 就因为你 我这个计划彻底搁浅了 你说我 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蠢儿子 我蠢 我蠢 叶帆呢 他就不蠢吗 你总是叶帆叶帆 你可曾考虑过我 我这全都是为了你呀 滚 滚滚滚 还不滚 叶帆叶帆 总是拿我和叶帆比较 既然你觉得我比不过叶帆 我就让你看看 我有没有超越叶帆的本事 这个城主之位 我不需要你传位 我自己也可以拿到 我要让你看看 我有没有能力坐上这个位置 来人 这给金陵城准备的渡炎 竟让自家的蠢货就给耽误了 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叶帆 不能留了 肃穆兰何在 肃穆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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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在 石 Sak 重 嗯 大婚当日 带人过去 我们就 这样 凡儿 最近可好 回父亲 孩儿最近 有每人相伴 生活过得异常滋润 看来我儿是非常忠义 上次那个舞女啊 此次龙都城中毒事件 儿臣已经查清 那毒不是我吓的 是叶妃头颜 你只知道拖我后腿 滚 叶凡 不能留了 凡儿 最近可好 回父亲 孩儿最近 有每人相伴 生活过得异常滋润 看来我儿是非常忠义 上次那个舞女啊 孩儿还要多谢父亲 将那名舞女赐给了孩儿 经过多日的相处 孩儿发现她 不仅为人风趣 而且体贴又细心 非常符合心中 娘子的形象 虽然这个舞女的身份 上不了城主的台面 但既然你们情投意合 我就为你们做主了 三日后 就在城主府完婚 这诸位大臣 有什么意见吗 不妨说出来 凡儿 你怎么看呐 你怎么看呐 孩儿 但听父亲安排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多谢父亲 大人 发生了什么 叶恒突然给我们赐婚了 你提的吗 不是 在朝堂上突然提及 然后就定下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好事啊 我们可以借此机会 让爷爷带人 混入城主府 拉叶恒下马 拨乱反正 我是怕其中有诈 婚礼就定在三日后 想要准备周全 根本就来不及 大人 我觉得这是一次 好的机会 别纠结了 如果叶恒发现了什么 想在大婚之夜 将我们一网打尽 我们就算做得再周全 也会发生意外的 倒不如搏一把 你说的有道理 那我现在就去写信 并告知 借着大婚请柬 把信送出去 别忘了你的令牌 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知道了 走吧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我只要这次 都查我了 并非 有一个人 没有没有 更有刁 集团 有一个人 氣丝 有一个人 不是 刘大人啊 先是废了叶妃的少城主之位 现在又给叶凡 和一个地位低威的武女赐婚 这不让人看笑话吗 您说 城主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能够在背后念叨的 真是可惜了呀 一个儿子不成器 另一个儿子虽然优秀 但却被不断地打压 这龙都城的未来呀 很堪忧啊 李大人 你不用过于特别担心 最后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一切都是未知数 女人 女人 孩儿最近有美人相伴 生活过得异常滋润 三日后就在城主府完婚 我是怕其中有诈 城主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这龙都城的未来呀 堪忧啊 真是可惜了呀 一个儿子不成器 另一个儿子虽然优秀 但却被不断地打压 这龙都城的未来呀 很堪忧啊 李大人 你不用过于特别担心 最后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一切都是未知数 刘大人 您 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上车来了 上车来了 恭喜 恭喜 恭喜城主 今日我儿夜凡大婚 乃大喜之日 在座诸位无君臣之分 尽情饮酒 谢城主 爱情们入座 来 新人到 喜剑 希望 儿啊 今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 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之前官言丢失一事 为父就不再追究了 至于你们兄弟之间 还是要加身往来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生嫌隙 再有下次 为父可就不留情面了 叶凡 谨遵城主教诲 这啥意思呢 这 城主 你这是对我不满呢 臣 不敢 念你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我就不计较了 拜堂吧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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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配坐在那个位置 你今天是要 造反 我们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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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包围了 什么 最后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一切都是 未知数 二拜高堂 二拜高堂 你不配坐在那个位置 你今天是要 你今天是要 造反 你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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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包围了 什么 你没死 你没死 大愁未报 我岂能轻易放手 哼 想杀我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你恶事作信 欺骗百姓 龙都城在你的治理下 民不聊生 你有什么资格 坐在城主之外 笑话 就凭你 一个人前去世多年的死人 你杀得了我吗 叶恒 你不要因为一师至极 造成了这么多人的性命 事情到这一步 你还不束手就擒吗 束手就擒 你做梦吧 他们 都已经看清了你的嘴脸 岂能 再受你的骗 就算如此 你又能拿我怎样 这里这么多人 你敢保证他们的安全吗 我 赫兰 你 叶恒 你敢 你敢 看来啊 他对你们都很重要 我没赌错 放我离开 别以为 挟持人质 就能安全地离开 我 我能不能离开 就看他在你们心目中的地位 你和你心爱的女人成婚之事 都能拿来利用 我今天就让你好好记一下 痛失所爱 是个什么滋味 别冲动 只要你放了他 我什么都能给你 让他们散开 让出一条通路来 让出一条通路来 还是我的 龙旋军令在此 龙旋军何在 把他们偷偷拿下 我寻了多年的龙旋军军令 没想到在你的手里 你以为龙旋军令就这一块吗 龙生求此 每个都有不同之处 只有将龙旋军令牌聚集在一起 就能无条件地调动所有的龙旋大军 我就栽在这令牌上了 爹 赫兰 怎么样 看看 爹你怎么了 他中毒了 你不配坐在那个位置 你没死 龙旋军何在 我什么都能给你 爹 爹你怎么了 爹你怎么了 他中毒了 嗯 不可能 只是恶有恶报 爹 不可能 我什么都没吃 除了那杯球 大人 是你下的毒吗 不是我 我是看那酒瓶好看 那酒闻着也香 就把它放在了一旁 我怕人喝酒误事 就让人把咱们的酒 全换成了水 唯独那瓶没有动 不是我下的毒 我没有下毒 不是我 看来 已经是水落石出了 你想到 一时英明 最后竟栽在了自家的逆子身上 我要是早知道我就掐死你 要不是你把鞋都给叶凡 我能这样做吗 从小我偷懒 就得不到好脸色 但是叶凡呢 叶凡就可以得到一阵血寒温暖 累了还让他多休息 同样是去画楼 我 我只能得到一顿惩罚 他呢 他 他 他就可以得到好脸色 我真的想问你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哈哈哈哈 我以前赶不上江义 没想到我生了儿子 也比不过江义的儿子 可笑 可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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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贼夜行 因谋权篡位 贩卖私盐 危害友邦 恕罪并罚 如今中毒身亡 此乃罪有应得 大家引你为戒 封 赫兰为少城主 叶凡为副城主 好 最后一件事啊 叶凡 连任三法司主理 呵呵呵 又得被压榨了 臭小子 又当着我的面 占便宜是吧 放手 走啦 爹爹爹爹爹爹 我先回去了 大人不好了 张三暴毙了 什么 尸体在哪儿 已经送去验尸房了 先找武座去验尸吧 大人你忘了 少城主因为跟你吵架 已经气得回娘家了 什么 大人 大人 案子 等我媳妇回来再验 你 没想到现在尸体也有人送上门来了 还挺专业 知道盖块白布 席 席席 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原谅我好不好 你吓死我了 你 这么吓我 跟我走 我知道错了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给我起来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真的知道错了 敢装尸体下老娘 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我走 我走 到复我了 你 快来 你 到复我了 走 我走 到处 你的那里 我走 到了处 把他走 我走 准处 雨落獨影 踏個心 春去秋來冬雪下雨 風誰去 是否再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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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去 月夜風起 揮繡望去 未見去 成緣未盡 嶄寂 無雨 無頭緒 是否再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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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去 相思不言語 這每一股靈漪 年華倒不盡 千言萬語 悍老傢伙離 雨陸占益 凡傷憨美 淹沒君思緒 妄君凌晴